今天繼續再來看 今天的話是第六次上課 那第五次上課的重點大概說一下 首先的話第一個的話就是 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可以外部讀取那個成績 然後把它切割之後 最後就是外部讀取之後有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假設切資料的話 有個函數叫SPRIT SPRIT 切割之後的話它會是文字 那如果文字要把它轉換 P字轉換成那個數字的話 你需要透過一個回圈 去把一個串列裡面的資料 逐一逐一的去轉換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一樣在雲端白板裡面的話 應該是第五個單元 那這個還蠻常會遇到 就是串列的資料 通常會跟那個回圈會做搭配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的話我們把檔案開檔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有把外部檔案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 如果說你要逐一逐一的把資料做轉換的話 那記得一定要把這個回圈 這個串列 這個串列名稱叫SCO 把這個串列的資料 透過一個回圈 逐一逐一的把它轉型為數字之後再存回去 所以這個蠻重要的 可能要特別小心 也就是將來串列的資料一定是一串的 不是一個而已 所以一串資料 比如說 假設12個成績 那就0到11 從0開始 那也就是說跑個回圈就0到11 這個範圍的資料 一個一個幫我轉換之後 幫我把它存回去 那這個是轉換成數字有沒有 它本來是文字嘛 轉換成數字之後存回去 這寫法大概是這樣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 將來如果你對於那個 負回圈沒辦法很好的掌握的話 那將來你在處理串列資料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OK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特別強調一下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對於那個 回圈不熟悉 那所以你對於那個串列資料 那更沒辦法掌握了 那將來一堆資料丟回來給你 結果你沒辦法處理 那就完蛋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當然一個資料很簡單 有沒有 像之前就一個文字 一個數字 一個一個的處理是簡單 可是如果多個的話呢 那一定會配合回圈 OK 所以特別注意 所以 那回圈大概有分4回圈 跟5回圈 不過 因為呢 這個串列通常會是從0開始 到結尾的那一個 有沒有 所以L1 那 所以通常的話 會配合就是4回圈的會比較多 那理論上呢 用起來 像拍像裡面 如果處理資料部分 可能用4回圈的機會 會高於5回圈 那當然也不是說不能用壞回圈 如果壞回圈在這邊的話 當然寫起來比較麻煩 之前我有講過 4回圈可以改成壞 但是變成說呢 你要把那個有些資料拆開來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你們自己再回 假設你對於 4回圈 如果轉換成壞回圈 這個部分不熟的話 你可以看前面的影片 前面其實我都有講到 OK 那所以呢 第一個啦 就是上個禮拜的轉換部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只取那個前10個會員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會員裡面有 還記得吧 在一樣是在第5個單元 的那個什麼 有個Member 這邊有個Member的一個資料 那裡面的話呢 它的第一列資料呢 是欄位名稱嘛 然後一直類推啦 第1號 2號一直到最下面50號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得到的 就前10個會員就好了 OK 有沒有 那總共幾個欄位呢 總共5個欄位 10個會員 那我應該怎麼做 當然呢 如果你只要10個會員的話 很簡單 你只要在4回圈 頭一樣是0嘛 那尾巴的話呢 你就跟他講說 我要到哪個停下來 比如說他0開始 這個是0 那這個是10 所以我就到11的地方停下來 這樣的話 就會只取前10個會員 有沒有 OK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變化 就是因為他這邊總共有 5個欄位 可是呢 我只要其中的姓名跟手機的話 那怎麼辦呢 變成你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 把5個欄位 它本來是一串的 有沒有 橫向就是一列啦 一列的資料要先做什麼 把它切開來 有沒有 那切的話呢 特別注意一定會用到一個函數嘛 就是那個SPRIT 所以SPRIT這個函數相當重要 OK 那切完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5個資料了 本來是一串一列嘛 是一列哦 那SPRIT之後的話 SPRIT跟他講說 我的分隔的地方是在豆點 那我前面講過啦 其實SPRIT就類似像那個 Excel裡面的資料剖析啦 那把它剖開來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裡面的話呢 就變成5個資料 那編號一定從0開始 所以 這個第一個編號放在哪裡呢 放在0的位置 那姓名的話放1 甚至放2 意思類推 所以手機放4啦 所以我要的如果是姓名跟手機的話 那就是切完之後 再取1跟4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剛剛好取到1到4 1跟4打分1到4 然後呢 我就可以取得這兩個欄位的資料 所以最後呢 上個禮拜 最後其實就是要怎麼樣 把它再輸出的結果就長得像這樣 姓名跟手機 OK 然後姓名一個欄位 手機一個欄位 就是我們最後要的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 可能要請大家 試做看看 那當然呢 這個資料第一個一定要先存成Member.tst 存在根部底下 OK 那資料其實就在上方啦 所以我上禮拜好像講到就是 你可以把這50個會員家欄位名稱 把它選取複製 另外開記事本把它存檔 那名稱的話叫Member.tst OK 可是要特別注意 你貼上之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資料是來自於Google Google的編碼是UTF-8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呢 如果你是開什麼 我們開那個記事本來存的話 記事本 它是在Windows的那個 這個 Windows的附屬用程式吧 這有點 記事本 這個 OK 然後如果你假設你把它貼上 這個貼到這邊的話 那你會發現理論上呢 如果把它另存新檔的話 另存 OK 另存尾的時候呢 那特別要小心就是說呢 你看看它好像會跳雲端 這不管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地方 尤其最下方很重要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地方 編碼方式啦 它就會直接跳那什麼UTF-8 所以如果是UTF-8的話 那記得將來你在開檔的時候 記得也要加incoding 等於incoding 編碼方式 等於什麼UTF-8 不然的話呢 它無法開啟 它會出現那個什麼 unicode的什麼什麼的錯誤啦 OK 所以這個編碼方式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之前沒有問題啊 因為之前的資料 如果不是來自於Google 或者是Mac啦 蘋果電腦的話 一般預設是AMSI 如果假設你編碼方式 把它存成AMSI的話 那理論上 就不用特別去做那個 編碼方面的設定 OK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因為 這個部分我發現同學常常會出現問題 OK 如果你有注意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 原則上我們不改 UTF-8把它存檔 那基本上將來你要開檔的時候喔 那就要加什麼 加一個那個UTF-8的敘述 如果你沒有加的話 它就會出現錯誤 OK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 encoding 等於 UTF-8 那這樣的話呢 開起來喔 幾個字就開OK了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把檔案給 開啟喔 那所以上個禮拜的一些相關重點 大概有這一些 那最後的話呢 我是希望可以把它存成ESale 所以上個禮拜 再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呢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什麼呢 把那個剛剛看到的這個資料 就是10個會員的兩個欄位 10個會員的兩個欄位呢 如果我希望可以把它存成ESale的話 OK 比如說當然你現在存的話 應該是可以存 一般比較簡單 當然你可以存TST啦 所以最後我們好像有存成Member底線Rpt 點TST是比較簡單的 那如果說你要跟那個ESale做連接的話 當然你可以存成點CSV 有沒有 好像我們上禮拜有先存CSV嘛 OK 那其實存CSV已經夠方便了 那最後當然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真正存成ESale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比較困難了 所以上個禮拜 其實最難的一個部分 其實就是如何把這個資料 可以把它直接真正存成ESale的檔案 那也就是說呢 直接把ESale當成是一個你存放資料的 你可以把它視為檔案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視為一個資料庫 OK 因為ESale它基本上就是所謂的類資料庫 OK 所以甚至有很多人就是直接把ESale當資料庫 你說不行嗎 當然也是可以啦 不過如果你把ESale當資料庫的話 會有幾個可能遇到的問題 如果你這些問題都不一定發生的話 那其實也不是什麼態度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你要把ESale當資料庫 那你可能要知道就是ESale 它的最多的比數 它的上限是幾比 是不是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把它當資料庫來用的話 那你們可能要知道它的上限 就是有沒有這邊有沒有列號 列號嗎 其實很簡單 你看錯誤向下 它就會停在最下面一列 這個就是所謂的ESale的總列數 那也是ESale的一個資料表 最多的列數就是1048576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真的要把ESale拿來當資料庫用的話 它的限制就是說它只能夠是104萬多的 這個最多的列數 所以如果你資料可能會超過104萬筆的 這麼多的話 你可能就不適合用ESale來當資料庫 OK 所以有這個限制 這個一定是會發生的 OK 不一定 有的人可能知道 老師我資料頂多是1萬筆就很多的話 那說真的 這個問題對你來說就不是問題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執行效率比較差 OK 因為它跑起來 當然沒有實際上資料庫那麼快 可是你說老師 其實我工作裡面也不需要多快 反正我只要能夠run 我只能夠把資料放進去 能夠把它查出來 我要做報表的時候找得到就夠的話 那其實速度也不是問題了 OK 還有什麼 其他有什麼問題呢 其他大概就不是什麼問題了 還有一些什麼進階的使用 進階使用如果你也沒用到的話 那我覺得剛剛講的就不是太大問題 OK 大概有這個比較明顯的可以看到的 相關你可能要注意的問題 不過剛剛那個什麼1048576 就是104萬筆 假如你覺得不夠的話 還有一個方式 因為Excel本身 它其實是支援多工作表的 所以如果你一個工作表放不下的話怎麼辦 那你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再放不下就好了 有沒有 第一個嘛 第二個 第三 全部最後 當然麻煩一點 你可能需要把資料再串在一起 那比較麻煩 OK 這個也是解套方法 其他我想應該也還OK 所以以目前限就這樣來看 其實Excel它的好處是太通用了 是不是哪一台電腦沒有Excel 誰不會用Excel 應該沒有吧 所以呢 這個我覺得是它最大的優點 那你如果可以把這個Python 又能夠跟Excel做銜接的話 那你學Python 我覺得是真的是很方便 因為你又可以解決像一些AI 或者爬蟲 或者其他相關演算法的相關 或問題之外 也又能夠跟Excel做銜接 而且可以解決辦公室自動化 Excel的這種 Excel以前如果你要自動化 大部分都用VBA 或者說可能用Excel裡面的函數 那函數它沒辦法自動化 頂多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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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下一次要再做 你就再重來一次 那很浪費時間嘛 所以以前如果你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自動化 大部分可以有個方法 可以錄製聚集 有沒有 那如果下來的東西其實就是VBA OK 如果你假設你不想用這一套 你可以用Python 可以控制 所以至於哪一種方法比較好 我想見仁見智 你看你實際上用的哪個比較順 你就用哪個方法吧 所以後面我們還會除了一個檔案之外 可能會多個檔案 所以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可能會做更複雜的 像我們前面的檔案是先一行嘛 再來就多行有沒有 再來就多個檔案了 有沒有 所以會越來越延伸 那複雜度也就越來越高 那之後可能除了檔案之外還延伸到像網路資料 所以會有網路爬蟲的部分 那網路爬蟲最後還可以跟Excel做串接 反正最後都可以變成Excel檔案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上個禮拜的重點 這個如果我剛剛提到的部分 假如你有一點不太熟 或者說你可能做不出來的話 請各位還是一樣 會需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這次很重要 如果你前面都還沒有熟練 說真的 後面你要跟會有點辛苦 OK 所以先跟各位想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所以上個禮拜這個 把會員資料存成Excel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個資料 我好像我們在名端上面 有特別加了這個範本 所以這個範本的話很簡單 當然這個範本裡面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呢 你會需要用到一個外部的模組 叫做OpenPyExcel 那這個有點像是外掛 有沒有 那這個外掛是說呢 本來Python 它沒有辦法處理Excel的存檔問題 它本來是沒有這個功能 OK 沒有功能 那你要怎麼讓它有這個功能 我們找一下外掛 因為Python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它的官方的外掛 至少就五六十萬種的外掛 OK 那其中當然它外掛太多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哪一個外掛最適合用在處理這件事的問題上面 所以其實最花時間就是你到底要找哪一個外掛的哪個方法來處理這件事情最簡單 後來我稍微找一下 從大概幾十個 最後留下幾個 最後我發現這個OpenPyExcel 這個應該最合適 那做的方式的話大概幾個 第一個你要先把它安裝起來 所以上個禮拜有講過 如果將來 你需要安裝任何的外部 外掛的話 後面還會用到 蠻多的 那你必須用這個語法 主要是PIP install OpenPyExcel 前面可能要加一串Python 1-M 這是強制安裝在我們目前的這個版本裡面 那如果安裝完之後的話 再利用這個OpenPyExcel 裡面的話它有一個方法 就可以幫我建立什麼 我前面講過 因為Excel它的架構 基本上Excel的一個檔案 就是叫工作簿 英文名稱就是Walkbook OK 所以為什麼要需要有一個Walkbook 實際上你有一個Walkbook 才能夠建立一個Walkbook的物件 那這個物件的主要用意很簡單 因為這一物件 那我就可以去存取什麼 Excel的這個檔案 OK 如果沒有這個工作簿的物件 那沒辦法 那第二個的話 因為打開Excel 各位可以看到 工作簿打開 裡面的話 那當然就會需要什麼 需要有那個如何去控制裡面的SHITS 這個SHITS 其實是工作表 所以我們會需要第二個物件 叫工作表物件 這個工作表物件 其實是控制這個裡面的工作表 OK 那當然以後還有什麼藍列 還有儲存格 那如果這些物件你都有對應關係 你就可以去控制了 OK 所以OpenPyExcel 其實我們需要存的話 主要是透過這個SHITS 這個SHITS的話 就是透過這個Walkbook的一個 Active的一個方法 就可以建立 OK 那建立之後的話 它一樣有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把串列寫進去 所以我只要一個串列 就可以把資料寫進去 所以上個禮拜最後我們是怎麼樣呢 把原來的開檔 跟上面的範本結合在一起 有沒有 所以我記得好像我們也有點像固定的SOP吧 把上面這三行貼過來 OK 上面好像就是外掛嘛 然後工作部的物件 WB 然後也建了一個工作表物件 OK 這三個 做什麼呢 產生資料之後的話 把它寫進去 寫完之後的話 Save之後 所以這邊有個WB WB就是工作部物件的一個存檔 存成Member.xl 這樣的話 我的資料就全部幫我把它放到Excel去了 OK 所以這個還滿 程式也不多嘛 所以之後的話 我們還會做一些練習 比如說我們可能 以後會產生一些資料 那我會考大家 請你除了把它存成 TST之外 看看能不能存成Excel 如果可以的話 那這個不應該OK 所以這個的話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其他當然呢 我剛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 像那個Python提供的外掛非常多 那哪一個外掛比較適合 其實有的時候 除了說我可能會找一些相關資料之外 其實我覺得最快用AI會來問最快 所以有時候問AI說 我有一個需求 我想要怎麼樣 把一堆的資料寫成Excel檔案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後來我發現它提供的資料裡面 它給個程式碼裡面最多的好像還是用這個外掛 OK 好 那這個的話是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繼續再來看另外一個練習題吧 底下其實還有檔案的 Excel檔案可以讀也可以修改刪除等等 不過我想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再來練習其他另外一個範例吧 可能就再更困難一些些 比較下方的有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 那待會請各位從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上面幫我找一個範例檔案 在我記得好像我是放在雲端上面有一個範例檔 範例檔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叫全省郵局地址.zip 這個請各位先幫我把它下載下來 我習慣按右鍵把它下載 或者你把它點兩下好像這邊也可以下載 反正下載之後的話幫我解壓縮 下載一樣把它解壓縮 OK 把它下載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就是一堆的檔案 所以今天的話 練習可能複雜度又會變增加 這個是全省郵局地址 然後我把它解到哪裡呢 我把它解到看我的C疊 我看我這邊好像有一個E疊 我看E疊也可以用 OK 那我把它解過來好了 如果這邊已經有一個啦 我把它重解一下 我把它先刪掉好了 那我把它直接從這邊 因為我這個電腦有RA 我就把它拖拉出來 或者你可以把它按右鍵解壓縮都可以 解出來 然後把它解成一個資料夾 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全省郵局地址 裡面的話就會有這麼多檔案 總共幾個 我看一下 總共25個這樣子 那第一個的話是三重 那你可以打開之後 它其實架構基本上應該就是幾個欄位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欄位 那中間的話呢 其實它不是像之前的資料一樣 是逗點 而是空白 那我們其實 這個範例主要是第一個 我如果希望幫我解決幾個 第一個 請你幫我把這25個檔案 合併成一個 合併 OK 怎麼合併 如果你假設以前如果你不會 用程式來合併檔案的話 那以前的做法可能怎麼做呢 而且你把它打開 Ctrl A Ctrl C 然後另外開一個檔 把它Ctrl V 然後貼一個之後 再開下一個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貼 所以你可能變成你要 Ctrl A C C C V 可能要25次 才能夠合併起來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希望用圖法煉鋼的方式 來合併資料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 先第一個 幫我把全省郵局地址解壓說 解到低疊 或者你如果假設你有低疊 你就解到低 OK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全省郵局地址這個資料 把它做合併的動作 OK 試試看喔